撒姆尔记上第十四章 有一天,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替他拿武器的仆人说 来,我们过到非利式人的驻军那边去 但他没有告诉父亲 那时,扫罗在基比亚的边界 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 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 其中有亚西图的儿子亚西亚带着以弗德 亚西图是以加伯的哥哥 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 以利从前在世罗做耶和华的祭司 约拿丹去了,众人都不知道 约拿丹设法要经过那个爱口 到非利式人的驻军那里去 爱口的两边各有一个山峰 一个名叫波靴 另一个名叫西尼 一个高峰向北与密抹相对 另一个向南与加巴相对 约拿丹对替他拿武器的仆人说 来,我们过到这些未受割礼的人的驻军那里去 也许耶和华会为我们动工 因为不论人多或人少 都不能妨碍耶和华施行拯救 替他拿武器的仆人对他说 照你的心意做吧 去吧,我必与你同心 约拿丹说 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 让他们看见我们 如果他们对我们这样说 你们站住 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 我们就站在原地 不上他们那里去 如果他们对我们这样说 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吧 我们就上去 这就是我们的凭据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他们交在我们的手里了 他们二人就让非利式人的驻军看见 非利式人说 看哪,有希伯来人从他们躲藏的洞里出来了 驻军中 有人应声对约拿丹和替他拿武器的人说 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吧 我们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 约拿丹对替他拿武器的人说 你跟我上去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了 约拿丹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 替他拿武器的人跟着他 非利式人在约拿丹面前倒下 替他拿武器的也跟在后面 把他们杀死 约拿丹和替他拿武器的第一次杀敌 约杀死了二十人 都是在四分之一公顷的范围内杀的 于是在营房里 在田野中和在众人中间都有恐慌 驻军和突击队也都恐惧 地也震动 这是从神而来的恐惧 在遍雅敏的基比亚 扫罗的瞭望兵 看见非利式人的大军溃败四处逃窜 于是扫罗对跟随他的众名说 你们数点一下 看看谁从我们这里出去了 他们一数点 就发现约拿丹和替他拿武器的不在那里 扫罗对亚西亚说 把神的约柜运来 因为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 扫罗正对祭司说话的时候 非利式营中的骚乱越来越大 扫罗就对祭司说 住手吧 扫罗和所有跟随他的人就聚集起来 到了战场 就看见非利式人用刀互相击杀 十分混乱 那些从前归顺非利式人的西伯来人 就是混杂在营里 与非利式人一起上来的 现在也转过来 与那些跟从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在一起 那些躲藏在以法连山地的以色列众人 一听见非利式人逃跑 也就在战场上紧紧追赶他们 那一天 耶和华拯救了以色列人 战争伸展到伯雅文 那一天 以色列人处境很窘迫 因为扫罗叫众人启示说 不等到晚上 不等到我向仇敌报了仇 就吃食物的 那人必受咒诅 所以众民都没有尝过食物 众人进了树林 林中地上有蜂蜜 他们进了树林 看见有蜂蜜流出来 却没有人敢伸手取蜜入口 因为众人都害怕所起的事 约拿丹没有听见 他父亲叫众民所起的事 所以伸出手中的杖 用杖头站在封房里 转手送进口里 他的眼睛就明亮了 众民中有一个人说 你父亲曾经叫众人 严严的启示说 今天吃食物的 那人必受咒诅 所以众人都疲乏了 约拿丹说 我父亲连累了这地的人 你们看 我尝了这一点蜂蜜以后 我的眼睛就明亮了 今天众民若是随意吃了 从他们的仇敌夺得的东西 不是更好吗 如今被击杀的非利式人 不是更多吗 那一天 他们击杀非利式人 从密抹直到亚亚伦 众人都非常疲乏了 就急忙抢夺战利品 他们捉住了羊 牛或牛犊 就地宰杀 带着血一起吃了 有人告诉扫罗说 众民吃了带着血的肉 得罪了耶和华了 他说 你们做了不忠的事了 立刻把一块大石头 滚到我这里来 扫罗又说 你们分散到众人中去 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要把自己的牛羊 带到我面前来 在这里宰了吃 不可吃带着血的肉 得罪耶和华 于是当天晚上 众人都各把自己的牛羊 带到那里宰了 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 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祭坛 扫罗说 我们趁着晚上下去追赶非力士人 抢掠他们 直到天亮 不让他们留下一人 他们说 你看怎样好 就怎么行吧 但祭司说 我们先在这里亲近神 扫罗求问神 我可以下去追赶非力士人吗 你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吗 那天神没有回答他 扫罗说 民间的众领袖啊 你们都要走进这里来 你们要查看 今天我们犯了什么罪 我指着拯救以色列 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即使是我的儿子约纳丹犯了罪 他也一定要死 众人中没有一人回答他 于是扫罗对以色列众人说 你们站在这里 我和我的儿子约纳丹站在那边 众名回答扫罗 你看怎么好 就怎么行吧 扫罗祷告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说 求你只是实情 于是抽签 抽中了约纳丹和扫罗 众名都没事 扫罗说 你们再抽签 看是我 或是我的儿子约纳丹 结果抽中约纳丹 扫罗对约纳丹说 告诉我 你做了什么事 约纳丹告诉他 我用我手中的杖头尝了一点蜂蜜 我在这里 我愿意死 扫罗说 约纳丹啊 你必定要死 否则 愿神加倍惩罚我 众名对扫罗说 约纳丹在以色列人中 行了这样大的拯救 难道一定要他死吗 绝对不可以 我们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连他一根头发 也不可落在地上 因为他今天是与神一同做工 这样 众名救了约纳丹 使他免了一死 扫罗上去 不再追赶非力士人 非力士人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扫罗取得了以色列的王国以后 常常攻打四围的一切仇敌 就是摩押人 亚门人 以东人 索巴众王和非力士人 他无论往哪里去都得到胜利 扫罗行事勇敢 击败了亚玛利人 把以色列人从抢掠他们的人手中救了出来 扫罗的儿子是约纳丹 义施伟和麦基书亚 他的两个女儿 长女名叫米拉 次女名叫米甲 扫罗的妻子名叫亚西暖 是亚西玛斯的女儿 扫罗军队的元帅名叫亚尼尔 是尼尔的儿子 尼尔是扫罗的叔叔 扫罗的父亲基氏和亚尼尔的父亲尼尔 都是雅别的儿子 扫罗的一生常常与非力士人有猛烈的征战 每逢扫罗看见任何勇士或有能力的人 就都招募归他